今次就帶大家來到一個位於觀塘的設計單位 簡約得來又帶一些時尚 不過單位只有400呎 廳為何這麼大呢 戶主其實今次設計上的要求 因為他可能很喜歡招呼朋友 可能經常會叫朋友上去玩 所以他盡量都想客飯廳 感覺上都是大些 我一開始的間隔兩邊是房間 中間的廳進來比較小 所以我們盡量把房間縮小 廳都大約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改動間隔之後 廳就由原先只有兩個小窗 變到大廳前後都有窗口引入自然光 採光度倍增 設計師在大廳旁邊的書房 就用了玻璃拓門的設計 除了可以令到更多的自然光引入廳之外 雙拓門的設計 亦都可以增加日後擺放傢俱的靈活度 而自然光亦都可以由上面引入 設計師就用了透光膜的物料 將光源分散 燈光更加柔和之餘 感覺上亦都更加貼近自然光 改動間隔之後 廳就變得更加長 剛剛好大門就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設計師就用了不鏽鋼的元素 去做這個鞋櫃 起座分區作用之餘 亦都方便出門穿鞋 而對上的吊架 除了擺放收藏和擺設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減輕鞋櫃帶來的沉重感 廚房方面同樣滲入了不鏽鋼的元素 另外亦都做了個假天花 可以遮回還糧之餘 亦都增加收納空間 至於主人房 在改動間隔之後 面積就大縮水 為了減低壓迫感 色調上就以白色為主 而衣櫃就在正床的對面 櫃門就用透明的形式去打造 感覺空間就更加大 今次單位的工程費用 大概用了40萬左右 主要用於訂造傢俱和水電方面 今次的設計單位位於 觀塘壽務坪的曉華大廈 樓齡已經超過40年 雖然位置偏離港鐵站 不過就盛在樓價教同區親民 參考回屋苑近期2月的成交個案 一個438方尺的單位 就以438萬成交 實用尺價1萬元 這個尺價相較 觀塘市中心教新的屋苑 好似觀越華峰 尺價大約1萬6千元的水平為低 適合一些預算有限 又要在東九龍上班的打工仔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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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